MD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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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啊 今天是確診的第... 我是3號晚上演 Test Kid 然後今天是7號 算他4號吧 今天4 5 6 七 今天是第四天了 然後你們想說為什麼我之前都不拍影片 因為我之前的喉嚨真的是爆炸無敵痛 我就是驗了Test Kit之後 不懂我是不是心理中用 總之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是開始痛到會醒來的那種 就是我吞口水喔 好像是有那種 你的口水很像有刀這樣 每吞一個口水就拿來掛你的喉嚨 那我想說哇我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也不想講話那些的 但是我覺得我的症狀算是輕微的 我只有喉嚨痛 一點小咳嗽 但我覺得咳嗽是比較辛苦一點 它就是要咳不咳那種你知道嗎 就是你的咳嗽在這裡 尤其要咳不咳那種很蛤蜊那種感覺 然後我還有一點是呼吸會比較困難 可能有時候不是很長 但是我平時就是會有時候會這樣 但是就是中老過後會比較頻繁一點 我這兩天吧 還是確診的第二天開始 我躺著的話會很難呼吸 就算你睡高也沒有用 就是變得很難呼吸要開始 那感覺就像你沒有傷風也沒有感冒 你的鼻子只能吸兩口氣 然後就需要用嘴巴來呼吸 好像我的症狀就是這裡 沒有太嚴重啦對我的話 我忘記講我這個影片的拍攝目的 昨天晚上我睡不著嘛 然後我就發問Q&A 我想說今天就來拍一個小影片 然後順便回答一下大家好了 大家好像也看過蠻多確診案例 也不差我一個嘛 然後我就小小的回答一下我的狀況如何 也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怎麼好轉呢 然後吃好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昨天有問問題嘛 我來看一下 然後有人問 啊這個也是我之前問過的問題 就是兩個確診的患者會不會相互感染 那時候我有問問題嘛 他們講是不會的 就是醫生也是講是不會的 所以呢 是沒有問題的 對 我現在 還是很喘 OK DIS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等一下慢慢 我現在肚子餓 我想去吃早餐 Let's go 來拿我的酒層 幫一下那個 deliveryman 噴噴一下 量一下體溫 算是6.3 我是正常的 看那裡的 算是7.3 他還有一點燒 你騷擾我嗎 來 確診 你騷擾我嗎 你騷擾啊 你不用騷擾 因為你還在 你還是很高 你不用騷擾 這個是韓國的 這個 他們家很準 跟那個Celidium一樣 怎麼不會出來 還沒有啦 太天真了 兩條線了 還是兩條 天 還是兩條 很明顯 對 兩條 欸 你94 94不正常了耶 快好 95要標準嗎 OMG 你現在完全病人 好 快點啦 幫我車一下啦 95是正常的 OK 95是正常的 OK 我不想跟你講話 這是我叫的早餐 早餐上明治 來泡一杯 Vitamin C 我的 看有沒有的 這裡呢 都是每一天的必備品 很多人問確診了 需要吃什麼東西來恢復 然後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吃了什麼 東西 可是我的話 我的裝飾真的比較輕微啦 每一天一杯Vitamin C 啊 我喉嚨痛 是吃這個喉糖 緩解的 可是呢 它的話 怎麼講 它是讓你吃的時候 跟吃了的幾分鐘 這樣 會讓你很舒服 但是 我那時候很嚴重的那兩天 是真的幾分鐘後 就還是很痛啦 睡覺還是很痛 那樣子 但是它是有緩解的 我覺得很厲害 我是有想到就吃 有想到就吃 大概一天吃了四五粒這樣吧 還有我有吃我姐姐幫我配好的烏山啊 他叫我 每兩個小時就吃兩包益生菌 但我都是想到就吃 想到就吃 還有Policy 魚油葡萄籽這些我都有吃 媽咪是確診了是嗎 是嗎 應該是啊 哦 怎麼那麼巧 就在這個單下 二姐跟我講 媽咪應該是確診了 他發一個這樣子的圖 哎呀 為什麼 OMG 剛夾到哪裡 對 在我驗完test kit那時候 我就有一點點小小的頭痛了 然後我趕快吃Panado 可能是這樣子 我聽過他們講 在你發病前吃Panado的話 可以抑制它發燒 我覺得我是這樣子 可能才沒有發燒的 我不懂啊 然後 對 我們每天都喝涼水 還有 哦 這個東西 我是沒有吃啦 因為我沒有到很嚴重 所以我沒有吃 所以我大概 就是吃這些東西好的 然後現在也好喝七七八八 只是容易喘 這樣子而已 就是可能需要時間吧 我聽說很多人 都差不多 三個月 這樣子才會 完全的康復 現在呢 在剪著我們在Langawi的Vlog 小Mini Vlog 挑了 魚牛 至少差不多 坐 好可愛耶 這個是怕但他的 以及 哈貓的 剪完影片了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影片的話 可以到我的Instagram去看 一個我的視角的LangawiVlog 然后请问味觉跟嗅觉有变化吗 我觉得味觉哦 一开始说味觉没有那么灵敏 因为我以前很容易就会闻到小牛的大便 但我确诊过后 那个味道的敏感没有那么强 没有伤风 但是壁纸就是有一层很难呼吸的那个膜的感觉这样 变化就这么点吧 我没有像其他人这么严重 就是完全没有嗅觉跟味觉这样 我刚刚是讲味觉是不是 诶 等一下 是嗅觉 诶 讲什么小牛大便的我会一剪 啥想 是嗅觉没有那么 明明 跟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iPad的壳 可爱吗 是几年的哦 所以都是淘宝买的贴纸 看吗 这里有我的名字 黑色有点不明显 是USEN 大家看我的粉 全鸡蛋 这应该是鸭肉吧 然后下面是饭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这个酱 它这个酱是比较偏辣一点 看到没有讲 简直哦 最讨厌遇到这种不对 你看到旁边酥酥酱 讨厌死 我还爱吃那有监面馆的面做 我很久没有吃了 然后呢 我觉得吃它的辣椒 哈哈 来搭配一下我的 饭 起 真的啊 有监面馆的 热 sorry 的辣椒等等 可以配很多好吃 很辣很爽 嗨大家 刚吃饱好了 然后呢 我现在整个人是比较热 有点晕 加很累 因为我刚好也是来月景 所以我不确定这个累是COVID的累 还是我来那个的累 因为我现在真的很累 眼睛快要张不开的那种 所以我打算回答完几个问题 然后就end掉今天的影片 然后刚刚有人问 我self test两条线是插鼻子还是口水 然后插鼻子的话 插了几身 我用的那时候的那个牌子是Celizium 就是绿色的 可以放在这边给你们看 那个的话 就是有鼻子跟口水的 清讲都是蛮准的 就是 还有给两样东西 然后鼻子的话 他的说明书是写差到2CM省 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插进去 这样转转转 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啦 还有喉咙的话是 我有记得讲说 不要放到牙齿那里 然后就这样子 口口口口口 然后你觉得想吐 啊 你就是坐到位了 Cross contact 要隔离多久 根据最新政府的资讯就是 Cross contact 如果你没有symptom的话 就不用隔离 如果你有的话 就要隔离5天 我记得 啊 这就是打完booster的那个期限啦 没有打完booster的 我就不太清楚 可能你们自己要去看一下 为什么我确诊 然后看起来安然无恙 应该是我很不好的时候 我都没有给大家看 就是前两天 从特别特别痛的时候 不想开口讲话 然后吞口水都很想发脾气 那种就是很想赶快过掉那两天 其实那两天一结束 来像今天这样就觉得还好 就是呼吸比较困难一点点而已 还有一点 我忘记我前面没有跟她讲了 确诊后 因为刚好有一个网友有回讲说 会掉头发 然后我发现了 我真的会掉头发 就是怎么发现 就是我现在剪短发过后 其实基本上不会脱太多头发的 但是那一天 她一剪短发过后 我就洗澡的时候 要这样子按摩头皮 啊 直接会有 就是很多头发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 有准 就是会掉发 对啊 不会太激动 太激动的话我会喘不过去 可恶 为什么要掉发 当时是有症状才去PCR 还是Test Kit有两条线 我那时候是Test Kit 然后我才去PCR 那时候我很天真 因为我一直听到别人讲 如果你的CT Value很高的话 代表你没有传染力 其实不是的 只是CT Value就算你高 但是你只是低传染 就是比较低低而已 我问有胃口吃东西吗 我刚才发现 因为我刚吃晚餐我发现 有胃口吃东西吗 你问我有没有胃口 好像有点难回答 很容易饱是真的 就是吃一点就很容易饱 我现在吃比较clean嘛 所以怎么样都还会想要 再吃一点别的 但我也没有吃很多 OK 各位 我应该现在是 满晕一下 我现在只要这样子 一看前面我 这边会很痛 然后会很晕 所以呢 打算我还是好好休息 真的有点不太舒服 OK 然后 希望各位照顾好身体 希望我的家人没有事情 好嘞 我真的要去休息 各位拜拜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哦 下个影片 应该是健康的影片了